所以呢,Iron folic, folic acid,也就是我们的铁片叶酸 你的铁片叶酸呢,很多人很担心,一直问我 M-ray的铁片叶酸,可以跟E参住一起吃吗? 可以吗? 因为有很多的营养书讲,E不可以参Iron一起吃,对吗? OK,为什么? 因为外面的很多的是正铁 它的铁是positive的 我们M-ray的是牙铁 就是neutral 所以科学家全部都想过的了,没有问题的 参住一起吃,没事 OK,好 所以呢,这个叶酸对骨髓内的红血球很重要 所以刚才我已经讲了,十滴血,一滴精 十滴精,一滴水 所以男人要不要吃? 要 听到没有,女人更要吃 那女人如果Iron吃得够 你的樱桃小红嘴就会出来了 现在的女人你看 两唇翻白 双眼无神 双脚无力 嘴巴还脱皮 听到没有 黑的,紫的 这全部都是切铁的症状 听到没有 OK 那如果你要吃很多的红肉才够铁 你听到没有 但是很多的红肉 你又怕死了 听到没有 所以呢,你就吃Iron 女人三颗,四颗没事 那来夜经的话呢 甚至可以到五颗 没事的 OK 男人一天三颗 就没事了 你会感觉到你很精神 OK 那除了一种特殊情况 就比如说地中海评写症 来 嘴唇脱皮跟铁也有稍微的关系 但是嘴唇脱皮比较跟关系呢 是B跟multi-keratin 听到没有 OK 也是啊 刚才我讲胃炎嘛 multi-keratin啊 嘴唇脚旁边这些 全部都跟胃有关系 OK 好 所以呢 Iron知道没有 要吃 女人一定要补 OK 好 来 我们看